在这次节目里,广播张燕锦为本台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林秋怀远的佳作》,介绍艳书词,蝶恋花,剑菊愁烟,蓝去路。 在古代,由于交通不便,通讯困难,离别往往会给人带来悲伤。 在四季之中,秋季变化显著,有接近岁末,最容易触动人的情怀。 因此,在中国古代的诗词中,商离念远,林秋感怀,就成了屡见不鲜的主题。 不过,同样的内容,在不同作家的笔下,在不同的作品里,却有各具特点,并不雷同。 艳书的这首《蝶恋花词》,也是这一类的作品。 诗人把《丘景》的描绘,同《龟中的思念》,结合在一起来写。 生动地刻画出一个感伤离别,怀念远方亲人的私父形象。 全词是这样的。 剑局绸烟,蓝气路,罗木清寒,燕子双飞去。 明月不安,离恨苦,邪光道小,穿诸户。 昨夜西风,雕壁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 欲记彩尖,尖尺素,山长水阔,居何处。 上篇,通过清晨所见景物的描写,表现归中少妇思念远方亲人的愁苦情怀。 共写了三种景物。 一是庭院里,一是庭院里的花木。 剑局绸烟,蓝气路。 剑是栏杆。 剑局就是庭院里花池中的菊花。 烟,是指秋天早晨像烟一样轻薄的雾气。 蓝,指秋蓝,一种香草的名字。 秋天开淡紫色小花,有香气。 在这一句里,菊和蓝互闻见义。 愁烟,气露,既是说菊花,也是说蓝草。 意思是说, 庭院中花池里的菊花和秋蓝, 在晨雾的笼罩之中,忧愁和哭泣。 秋蓝和秋菊是秋季的典型景物。 写蓝写菊,点名秋天节令。 剑字表明,有花池,有护花的栏杆, 是在人家的庭院。 庭院里栽种着菊花蓝草, 又标志着女主人公的身份。 她不是一般贫寒人家的女子, 而是一个贤雅富贵人家的少妇。 那朦胧的雾气, 那凝结的露珠, 又表明时间正是清晨。 这里仅仅用了七个字, 通过对蓝和菊两种景物的描写, 就表现了时间、季节、地点、 人物的身份等丰富的内容。 而更主要的是表现了人物的兴趣。 花木, 花木披着一层青纱般的薄雾, 花叶上滚动着宝石般晶莹的露珠, 把景物描绘得生动极了,美极了。 然而在女主人公的眼里, 她们却是愁苦的。 那烟雾, 那水珠, 正是蓝和菊在忧愁, 在哭泣。 蓝和菊, 本是无情之物, 哪里懂得什么忧愁, 哪里会什么哭泣。 只是女主人公忧愁欲哭罢了。 她带着这样的感情观看景物, 以致景物也带上了她的感情。 写蓝写菊, 都是为了写人, 写商离念远的归中私父。 如果以为这一句 仅仅表现了女主人公的仇, 那还理解得不够。 诗人实际上也在表现 她为什么而仇。 汉武帝在秋风词里说, 蓝有秀喜, 菊有芳, 怀家人喜, 不能忘。 是说, 蓝和菊的花儿芬芳, 看到它们, 就使人怀念美好的人儿, 永不能忘。 艳书的用意, 也是如此。 它并不是信手拈来, 泛泛地描写庭院中的花木, 而是精心选择那些最能体现人物精神感情的蓝和菊进行描写。 由此可以看出诗人的蓝和菊进行描写的第二种景物是梁间燕子。 罗是一种丝织品, 木是古代人堂屋中垂挂的莲木。 这里以罗木带致富贵人家的屋子。 清寒是指清微的寒意。 这两句的意思是梁间的燕子, 经受不住乌雨的寒凉, 比翼双飞而去。 以丝罗做莲木, 更明显地表示女主人公身份的高贵。 罗木清寒的寒字, 既是写秋天气候的微寒, 就是写夫婿远游人去防空, 使司夫产生的心寒, 包含很多层意思。 燕子飞是常见现象。 把燕子飞同闺房中的清寒联系起来, 则是司夫带着感情观察的结果了。 连燕子都不耐清寒, 那青年累月在室中居住的人, 又怎么能受得了呢? 写燕子的飞去, 实际上是为了表现室中司夫的不堪忍受。 秋季天气清寒, 平友兰局, 藏锤罗木的人家是不愁没有预寒衣物的。 但亲人离去所造成的心寒, 却是任何预寒衣物都没有效用的。 用燕子的不耐清寒, 衬托司夫的不耐心寒, 这还只是一层用意。 双宿双漆的瓶鸟都难以忍受清寒, 那孤灯独眠的龟中人就更难以忍受了。 这是第二层用意。 还有更深一层的用意, 就是用燕子的双飞反衬司夫的孤单。 本来就因为行之隐单而不耐寒凉的女主人公, 看见这比逆双飞的燕子, 不消说就越发触着了痛处, 更加重了她凄凉难耐的感情。 燕子飞去, 特加一个双字, 其用意在于暗示女主人公忧愁的内容, 大有深意。 圣片描写的第三种景物是明月。 明月不安离恨苦, 邪光道小穿诸户。 安当熟悉了解者, 诸户是红色的门, 这两句的意思是说, 月亮不理解人间离别的愁苦, 它的光辉从夜到明照进了离人的门户。 明月也是无情之物, 诗人却用了一个安字, 使明月具有了感情和意识。 但她的感情和意识, 却不是用来理解和同情忧愁之中的离人, 而是恰恨不理解。 而是恰恰相反。 她非但不理解, 好像还有意同离人过不去呢。 你看她, 斜光道小穿诸户。 形容月光用一个鞋字很形象。 写诸户同写建局亭兰罗目的用意一样, 也是在表示女主人公的身份。 用穿字形容月光的照射也很生动。 这里要着重一提的是, 诗人为什么要选择这一派月光来打作文章? 月光这一自然现象, 在文人的笔下是很富有感情色彩的。 因为它不受观山的阻隔, 可以照耀千里万里, 使分隔异地的亲人, 可以同时仰望一轮明月, 借助这照耀宇宙的光明, 寄托自己的相思, 沟通彼此的心灵。 现在,月光又照进了私父的闺法, 使他那颗本来就难以安宁的心, 被撩拨得越发不能安宁了。 斜光道小穿诸户。 从什么时候开始到小呢? 自然是从金屋西坠, 玉兔东升之时。 从月升到月落, 月光整整照了一夜。 而私父能够知道月照时间之长, 说明他一夜无眠。 那么, 是这月光照起了归宗人的离愁, 使他彻夜不眠呢? 还是本来就难以入睡的私父, 面对这恼人的月色, 而更加愁思熬煎呢? 都有可能, 但这无关紧要。 重要的是, 诗人借助这月光, 巧妙地写出了难以描述的离恨之苦。 以上是词的上篇。 用移情入景的方法, 表现人物的心理。 既写了秋景, 又输了归情。 写景又用了拟人化手法, 使无知的花木、 琴鸟, 甚至无生命的月亮, 都具有了人的思想感情。 词的下篇, 写师傅登楼远眺所产生的感慨。 前三句, 写他登楼远眺的行动。 昨夜西风雕壁树, 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 西风就是秋风。 雕是雕械、雕落的意思。 这里是使动用法, 使什么雕械的意思。 壁树就是绿树。 这三句的意思是说, 一夜秋风, 使得树木夜落之秃。 我独自登上高楼, 望尽了通向天边的道路。 昨夜西风雕壁树, 和上片拮据, 斜光道小川珠妇, 相照你。 上片是从视觉角度学景, 表现师父的彻夜不眠。 下片是从听觉角度学景, 同样也在暗示师父一夜无眠。 这风声又提醒他, 秋风起, 天气凉, 远在天涯的亲人, 可有郁寒的阴上。 岁月将暮, 亲人为什么还不回来? 由于自己孤单凄凉和对亲人的担心, 女主人公登楼远眺, 她要眺望亲人的踪影。 独上高楼, 照应上片的燕子双飞去一句。 上片是用双飞燕, 暗示和反衬女主人公的行之影单。 下片则一语破地, 直截了当地挑明一个独字。 望尽天涯路, 又和下片的前两句, 昨夜西风凋壁树, 独上高楼相照应。 因为树叶凋落, 因为所登的楼高, 视线无所遮蔽, 所以能看得远, 能看得清。 这样, 望尽二字, 才有着落, 才显得真实。 那么女主人公, 望没望到她亲人的踪影呢? 词的最后两句, 就做了回答。 彩尖, 欲记彩尖尖尺素, 山长水阔, 知何处? 彩尖, 本来是指, 提诗或写信用的精美的纸, 在这里代指书信。 古人用一尺长的白色生卷书写, 所以称写文章或书信用的短间, 为尺素。 尺素在这里也代指书信。 这两句的意思是说, 我有满腹画耳, 想向亲人倾诉, 但山长水阔, 这封封书信, 又该迹象何处呢? 这两句, 是写女主人公眺望之后, 所产生的感慨, 是眺望而无所见, 所引起的感情波涛。 彩尖也是以雾的华美, 表示私父的身份。 彩尖与尺素都指书信, 本是一回事, 而诗人却重复地使用, 日记彩尖兼尺素。 我有一封封的书信, 想寄给漂泊在异乡的亲人。 这样写, 加重了语气, 表明女主人公, 对远方亲人的感情很深, 想要说的话很多, 想象亲人倾诉的心情, 也很极切。 也很极切, 然而结果呢? 书信虽多, 无处可寄。 山藏水阔, 知何处? 山遥水远, 连亲人身在何方, 都不清楚, 信又能寄往哪里呢? 有许多话要说, 却又无处可说。 这正如杜甫在 《哀江头诗》里所说, 少林野老吞声哭。 想哭, 又不敢放声去哭, 只能吞声而哭, 把眼泪 抢咽到肚里去。 此里的女主人公, 则是有很多话想说, 却又无处可说, 只能把愁苦压抑在胸中。 诗和词都收到了 加一倍的艺术效果。 借秋景, 以书离愁, 而不是悲秋, 是这首词的特点。 作品紧紧围绕着 了解归中人 私亲念远, 来选择景物, 集中表现 其感情的深沉执着, 因而人物形象鲜明突出, 十分感人。 这首《蝶恋花》 不愧为 怀仁词中的佳作, 上面 把这首蝶恋花词 再朗读一遍。 剑局 愿烟, 方art的月份领导 蓝器路, 灵剑青寒, 燕子霜飞去。 明月不安 离恨苦 邪光道小 穿诸户 昨夜西风 凋毙树 独上高楼 望尽天涯路 欲记彩尖尖尺素 山长水阔 知何处 刚才大家听到的是张燕锦为本台写的一篇文章 林秋怀远的佳作 介绍燕书词 蝶恋花 剑菊愁烟 兰气路 是由黎江博颂